大家好我是Iris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披薩店的心得 水都城的第一家餐廳 披薩店算是目前第二任難的餐廳 有點挑戰性 但相信通過甜點店的玩家 以下就能上手的 唯一有難度是披薩的現點先做 共有五種組合 其他的冰淇淋跟炸飯糰 都能先做起來算是悶福心的 開局我會先做三種配料加兩種配料的披薩 假如覺得背兩個太多會亂 就先做一個三種配料的披薩就好 以自己玩的順為主 背餐出掉時有空檔再補就好 主要還是以現場點的為主 我的玩法大致跟甜點差不多 另外加方團初一補一 冰淇淋部分要一直做不要停 日做披薩來不及時 利用飲料、飯糰、冰淇淋來互相搭配 發揮初餐的節奏增加combo數 此次的披薩店雖然有難度 但分數觀卻是意外的簡單 食材不用全部升滿就能通關 就讓玩家自己去拿捏了 速度與數量部分就以自己玩的順為主 今天的分享到此完畢 我是Iris 我們下次見 掰掰